留意Toys TV,其實我們有很多好好的主持 其實講了很多題目,我跟阿迪或其他主持都想做 因為始終螢光幕問題,要做一個現場問題,聲音不能回答得太重要 記得早期我們做Toys TV,有時候有四、五個人 多人多到回答了聲音,很多觀眾說自己吵,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所以後期我們就分開一些,少一些人去做 起碼有三個主持的頂榜 其實有很多東西,阿迪和我生過 我也自己和自己生過 有些我們想做,我們做不到 但有辦法,我們先讓好好的主持做 如果我們有時間,我們再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有一些自己覺得不適合做的事情 或者自己的看法 其實在桌上,我們今晚說了幾個產品 其實有些是說過的 但那些是我們一些主持的個人見解 一直都是的 另外,我們有很多其他見解不同 我想從我角度看 所以我最近都很惹火 一直在Toys TV都很惹火 有些朋友會罵 總之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們是理解的 這裡也沒有人完美地 沒有人會罵 沒有人會被複皮 所以也是理解的 我做的節目不是去回應複皮的 我們不是用口去回應的 是用行動去說出另一個角度 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怎樣的 當然有朋友說,你是做玩具的嗎 那些我不逐一去回應 總之我覺得 沒有意思,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看得到這裡的 朋友其實都是 大家自趣相投的 相信 桌面看到幾樣東西 跟大家一起聊聊 令整個過程 希望大家覺得有意思的看這個節目 好,我自己換了堂的節目 一向都有我心想評測 但很多時候是 時賃關係 內容關係 人才仔仔 這是好事 我們可能有時候真的做不到自己的事情 相信我們未來 都會有一些 個別 獨立式的評測 會走出來的 或者個別主持的節目 接下來透露一下 其實我們有一個 新的女主持 小燕 小燕 會跟我們做一些 都是跟玩具有關的 不過是講一些 男士、女士玩玩玩具的 不同的看法 希望有些火花 令大家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想絕大部分 都差不多八成的 男士玩玩玩具 玩玩具裡面的八成是男士 兩次先這樣算 即是籠統這樣算 他們都很 那時候都會跟他另一半 有些不同的看法 這些都很有趣 看看女生怎麼看這件事 好,那我先說回正題 講完新節目 有小燕 我們獨立節奏 還有就是 陰暗必 陰暗必剛剛做完了 歡迎大家繼續給一些意見 其實私訊 公開地都很多 很好的意見給了我們 我們都嘗試會一路改變 改善 因為有些事情 就不是馬上做到的 主要在payment方面 我們希望再講 因為比較時間緊迫 有些payment還沒處理好 所以payment的方式是比較少 另外拍賣的流程 比較多 我想三十多件可能太多了 或者減少幾件 或者十件 差不多 因為三分鐘這樣算 每一件都九十分鐘 還沒計算前前後後 介紹 中間有些短暫的break 那些 其實兩三個小時 其實都只能說 他自己都累 當然 必的朋友 其實都可能會累 因為你看到的事情 可能等到很後 都沒有 所以我想我們 可能會轉一轉 方式 可能少些 拍賣的數量 當然拍賣的資料 我們會預早和大家公佈 大家就是有備而來 即是哪件你喜歡的 其實你可以等定 我們盡量都會順回一次序 等大家不會說 即是 網門釘 等整天晚上 等到最後一件才出 那 那 來近一星期不會有的 因為 有些 logistic的關係 即是 後勤情況下 我們派不撤貨 所以呢 可能 因為我們是找S7幫忙派 所以可能 因為他們搬遷 他們搬遷 所以就需要 就 有幾天 可能未必 認到業 但未必那麼理想 可能那邊要搬 這邊要裝修 始終我們 S7那邊是小公司 不是大公司 即是 不會說 那邊開得很英俊 即是 100%狀態營業 所以 不想大家 等了一個多星期才拿到 大家擔心了 所以 但上個星期 很感謝大家 必然之後 很乖 全部都100%給了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以及 好好人 當然 他們也很快 就可以拿貨 所以我們 找S7幫忙 就去派 應該都 在那裡 其實所有必中的 都可以去拿 所以 下個星期 會稍微停一停 等 logistic 搞定 然後再開 可能未來都是兩個星期 或者 每個星期 都會挺辛苦的 好 講完這個 新節目 音韓必 有這個 小型的新節目 另外 既然 召集大家 不如先講一些 不是廢話 講一些 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 有些東西 就是 就是 7 7 就有些人這樣說 就不做了 其實就不是 其實我們 7那邊 馬上出發一些 即是 我們其實是我的公司 出發一些 宣傳 通過 給大家搬 搬去哪裡呢? 搬去信母屋的18樓 104室 大家放心 短期內 沒問題 我不敢說 人生的事情 三長兩短 沒人猜到 當然 現在一定是 繼續努力工作的 我們仍然 所以 就搬去104室 應該是10月1日 就會 那邊正式營業 而 舊鋪 可能是 9月20日 27日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一 可能是 一兩天 未必 不是做得很順 可能是 12日 一天半 休息 可能看到人在收拾 但未開店 也不頂 所以大家不用回答 多謝大家關心 有些好好的朋友 都說 哎呀 為什麼不出宣傳 本來想低調 因為近期 香港也有很多事情 大家也不想 這麼鋪張 一來是浪費資源 二來又好像 打牛打鼓 我覺得 未必是太適合 但後來發現原來也不是 還是要 打下牛打鼓 讓大家知道原來是搬 大家不要誤會了 那就這麼多了 我不說其他事情了 關心就關心 不關心那些 江湖全民 其實大家順便說 大家自己 想多些 有些事情很容易看到是假的 有些事情很容易看到是真的 其實你們是可以分辨的 最好就 不要說被說的人 你說的就是傳錯的事情 或者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浪費了你們的時間 不如就 用一些好的方法 或者一些可靠的消息 去評估一些事實 好 那這裏的江湖全民 講完 有些货会审讯了 或者有些货多了 可能货多了 有些人不玩 或者有很多原因 所以会很飘忽 有些好东西就很快就没有了 有很多好货 所以大家 喜欢也是这样 喜欢就买 合理就买 过后炒价 就只有一个限制 就叫机器 有时跌少少也不要紧 又不是用来买 不可以变卖变钱 玩具是可以炒卖的 但我们不是赞不赞成问题 一些个人喜好 口罩也是炒的 但是 如何做是每个人的选择 我自己个人就不会干涉 那你就自己决定 所以我建议 玩具就没什么可以炒卖 其实也是 行内的 从业园会容易处理得到 如果你真的有眼光 有时可以保持一只 赚少少洗肺 那我说回 江东湖吃饭 没有了 各位朋友观众 如果喜欢我们的ToysTV 或者我自己的Blyan Low 麻烦不要省 帮我 subscribe ToysTV的频道 按下小鈴 另外呢 我们Facebook的ToysTV 我自己也有 我的Facebook 就不会很多人赞 麻烦支持一下 让我多些信心 和多些心思 去做好自己的相关影片 所以一个like 不要浪费 很重要 字幕志愿者 张庆 揍